大家好,我是Aster 我現在真心的覺得啊 就是 抗老產品已經不再是那種 25歲以上的人才能用的了 因為我身邊有太多那種年輕的妹妹 他們就是會跟我分享說 他們現在皮膚的吸收力啊 代謝力啊 就是沒有很好 他要用到我們以前說25歲才要用的那些保養產品 才能改善他膚質現在的情況 根本就是因為現在的人工作壓力太大 然後生活壓力很大 然後做起又不正常 所以老化速度整個都變快了 所以我覺得 就是妹妹們 除非你們想要把你們的生活重新調適好 不然呢 你們就是真的要開始用一些有修護力的產品 然後有加強就是保濕 還有滋潤功能的一些產品才能改善膚質 好那今天要跟你們分享這個黃金雙雞翠 這罐我超級喜歡用的 可是你們看他滿滿的 好像沒用過 是因為我還在用這瓶小的 這瓶是囤貨 對 那接下來我要跟你們分享雙雞翠三種使用方式 就是我平常會如何保養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那雙雞翠呢 它是首創把油和水 就是放在一起雙重質地的一個抗老精華 所以你們看這個瓶子 你看它外面呢就是一個油 然後精華呢就是在內管裡面 對這就是它特別的地方 那我很喜歡蓋子上面的大小滴管的設計 讓人可以非常精準地去控制用量 那官方是建議油肌的話呢就是用小滴 然後乾肌的話呢就是用大滴 那使用方式呢就是你擠到手掌之後呢 先就是搓揉一下讓精華回溫再按壓到臉上 那也一併的就是帶到脖子的側邊 經過按壓和回溫的這個步驟之後呢 也可以幫助臉部呢有一個微循環 讓臉的循環更好這樣 那按壓的同時我會順便享受一下那個精華的香氣 我跟你講那個香的香味是很舒服溫潤的感覺 不是那種香精的氣味 那再來我在網路上有看到說 怎麼用完好像有一點點油油黏黏的感覺 但其實呢他們就是少了一個回溫的動作啦 那回溫呢就是你把它放在手掌心上搓熱 然後再按上去這樣 那其實你只要多按幾次 可能一次停留個3到5秒 它的吸收力是非常好的 而且也不會有黏膩的感覺 至少我自己用起來是這種感覺 而且我都是用大滴的 所以我是沒有感受到什麼黏膩有感的 那再來還有一個使用方式提供給你們參考 就是呢我在我皮膚特別就是狀況很差 像是很暗沉 然後很乾燥的時候呢 我會擦兩大滴的這個雙積萃 然後按壓在臉上之後不等它乾 就直接把面膜敷上去 然後就等待敷面膜的時間 因為這樣子就好像我在敷雙積萃面膜一樣的道理 那其實這個方法不侷限在紙狀面膜 你要用在那種就是凝凍啊 或者是你要用化妝水濕敷呢 也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它都是一樣的作用 再來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它非常適合拿來當妝前保養 因為呢它的這個滲透力很好 然後再來就是它會讓皮膚潤而不黏 那也因為這樣子就是在上妝之後呢 也不會起泄 而且反而可以讓底妝更加的服貼 那至於呢 你要用多少的用量 這可能就要看你的膚質了 甚至它還可以拿來調配過乾的粉底液喔 那我個人是建議用粉底三雙積萃一的比例去調配 因為這樣呢比較不會影響粉底的妝效 而且又可以使原本太乾的粉底變得滋潤 是不是很厲害呢 那我很喜歡用雙積萃的原因是 我用了一陣子之後都會看到我的皮膚變得很細嫩 而且摸起來的那個觸感也更加的就是 軟嫩Q的感覺 好像在形容所吃的 再來就是因為我本身皮膚是非常缺油的 所以它裡面有一個油膿性的質地 也剛好補足了我缺少的那個部分 而且它雖然滋潤可是很清爽 在我使用這麼長的一段時間下來 從來沒有讓我的臉有長過肉芽 即便是我眼周也都會帶到這個精粹 都沒有長肉芽 所以我覺得是一罐很OK的產品 然後再來它的用途很廣也是一個很加分的地方 因為像我上面有跟你們講的 它除了日常保養以外還可以當妝前保養 然後混粉底 然後還可以就是用在面膜上 所以等於就是你想用就可以用啦 那在這裡我也不好推薦給就是什麼年齡層的人用 因為它本身就是20歲到40歲的人都有在用 所以反正總之就是你的皮膚呢需要被滋潤 然後呢就是想要提升讓皮膚的膚質更加細嫩的話呢 你就可以去試用就對了啦 它就是一個改善膚礦 讓膚礦摸起來跟看起來都更好 那我還是建議大家一定要先去櫃上領取試用包 因為現在廠商都是希望你們真的去喜歡這個產品而去購買 而不是就是你知道太衝動的購買 因為這樣才會有一個比較良好的就是一個購物環境是不是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這支影片 我們下次見啦掰掰 周年輕購物愉快囉